不知道賴清德的發言人還講什麼嗎 有些人看到越來越多人有關係 結果陳世凱竟然說 陳世凱賴清德發言人 台中的啦選立委選不上的啦 來他說什麼整天扯一些小東西 未來的總統要管都不一定是這些 你覺得小東西嗎 整個司法檢調整個政治圈 跟詐騙集團盤根錯節 然後人民苦哈哈被騙個半死 到現在為止 全台灣就在此時此刻right now 搞不好還有人正在被騙當中 然後你跟我說這小事情小東西 什麼才是大東西 你賴清的選上總統才是大東西嗎 這才是人民正在關注的事情啊 荒唐然後呢沒有關係都無所謂 所以在網路上的確立刻被嘲諷了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梗圖好不好 導播幫我們cue一下 導播幫我們cue一下 好來 之前啊發生這個AI換臉犯罪的時候 蔡英文說啊震怒修法 來台中捷運震怒處理 結果呢 黃偉哲跟陳振修市政顧問 曾耀翔 怎樣跟陳歐柏 哎呦還有他老婆通通騙了一塌糊塗 亂七八糟盤跟錯節 念都念不完 蔡英文做什麼 叮叮 沒事情 完全知智未提 小東西還在跟你打炸國家1.5 你知道各位打炸國家1.5是什麼意思嗎 我跟你講好不好 他的主體單位就是高檢署 所以是高檢署要必須派任地檢署檢察官來進行偵辦 現在跟你講連檢察官都淪陷了啊 那還怎麼查 打炸1.5本身就是打假球 本身就是詐騙 詐騙集團到目前為止的侵判 甚至是這個 無法可罰喔 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 好那我們詐騙的部分呢 講到這邊 我們現在要講的是另外一種騙 這個騙呢就大家最喜歡的 賴清德現在大家知道他最新的綽號叫什麼嗎 叫AKA Lie Cheater Lie是英文的這個Lie 說謊 Cheater就是騙子 賴清德來跟我念一遍 Lie Cheater OK 賴清德連領為名字終於掀出來了 賴清德請大家叫Lie Cheater Lie Cheater怎麼個Cheat法呢 怎麼個騙法呢 賴清德先的秀啦 秀了哪一張照片 賴清德說自己跟郭再清不認識 結果被發現 竟然有同桌吃飯 哎那張照片幫我們秀一下 同桌吃飯 被賴清德直接說 哎就這張來你看 賴清德真的不認識嗎 好笑什麼 來各位跟我講個好笑的 啊又是這個陳世凱 哎呀民進黨奇葩 啊這個奇葩仔 好說 你這個照片就一花皆目 來來各位觀眾我們來仔細看一下 賴清德 啊然後這個在旁邊的 在另外一位 中間這兩個人 這個叫什麼 這叫角度不同啊 你以為每個人手機都廣角啊 對不對 你今天拍一張照片 然後呢在拍隔壁 然後說這樣叫做移花皆目 有這種移花皆目法嗎 哦我真的是嘆為觀止 好說我再訪問一句 啊所以賴清德沒有跟他一起吃飯嗎 蛤沒有嗎 有的話才叫移花皆目吧 對不對 有的話怎麼會叫移花皆目呢 根本搞笑一場嘛 好沒關係 民進黨完全混亂是什麼 第一時間點他跟大家講說 呃這個賴清德沒有說他不認識他 好來這第一時間講法喔 就第二時間又突然出來說 呃賴清德不認識他 所以到底是哪一個 到底認識還不認識 從頭騙到尾嘛 好不好 更不要講為什麼徐曉清會再三質疑 就是因為過去郭再清作為一個爐渣王 民祥星跟立德星連續污染台南 長達非常久的時間 結果總計裁罰也才幾十萬元而已 所以大家才會質疑嘛 如果不是護航 怎麼會這樣子呢 為什麼賴清德會高高舉起 然後輕輕放下 對不對 所以這很合理的懷疑啊 好這件事情都沒關係 他說他不認識對不對 結果本人小弟今天就找到了相關訊息 這則訊息是什麼 的確 因為你賴清德說你不認識他 好沒有關係 那大家知道郭再清怎麼出來的嗎 郭再清在2018年的時候 是任職台南市黨部財務長 我再講一次 他是小英會員會的喔 他是台南市黨部財務長 這個東西大家先進駐囉 2018年的時候 那當時台南市黨部主委是誰呢 你知道嗎 當時的台南市黨部主委 恰巧叫做黃先祝 台南的人一定都知道 他外號叫做祝先 這位祝先呢 現在已經在最近已經辭世了 所以我們大家保持著敬畏的心情 但當時就是這一位黃先祝 任命郭再清擔任財務長 那黃先祝是誰 我給各位報告一下 黃先祝就是台南新潮流流派的創黨元老 更是賴清德在政治這條路上的啟蒙恩師 甚至擔任過賴清德辦公室的主任 並且擔任過賴清德的市政顧問 你去問問看台南人 不是我講的喔 現在就去問問看台南人 認識的就去問 祝先治於賴清德是什麼角色 有人說叫做分身 有人說叫做命運共同體 簡而言之 他就是賴清德對外的一切 從議員操盤 議長選舉 到整個政治獻金的募款 通通都是由祝先幫賴清德一手包辦 甚至是這位祝先 在當年選台南市黨部主委的時候 還被外界質疑說 是不是新潮流要滾爛爛去 結果你知道祝先講什麼嗎 我唸給大家聽 不是我的話喔 祝先的話喔 黃仙柱表示 跟賴清德從他從一轉正以來 已經認識非常久了 一直都是由他幫忙操盤 所以賴清德關心他的選情 這個選情指的是什麼 黨部主委選情 是很正常的現象 結果他選上之後立刻 來下一則新聞 黨部今天召開黨員大會 並且呢 評委選舉通過 黃仙柱立刻在現場公布 財務長就是郭哉晴 所以各位賴清德的恩師 分身 甚至是共同體 賴清德一路支持他參選主委 然後選上之後 他任命的財務長管錢的 賴清德說他不認識 你相信嗎 我講喔 賴清德真的不要這麼無情 like cheater 不要那麼無情好不好 你可以去切割郭大仙說 你不認識沒關係 但黃仙柱 柱仙 是你的啟蒙恩師啊 你能切割嗎 一個當過你主任 一個當過你市政顧問 蛤 還怎麼樣 還 你力挺他去選上主委的人 當時還被大家批評 甚至黃仙柱還曾經為賴清德 去痛批蔡英文什麼 總統出選的時候說 你蔡英文啊 竟然跟郭信良這些人合在一起 不要這麼饑不擇死啊 他們都是叛徒 是如此親信之人 他所任命的財務長 你真的不知道嗎 所以幾個問題 第一個 你賴清德當時選舉的時候 黃仙柱說你有幫他啊 你到底有沒有幫他 再第二個 你竟然有幫他 而且全程關注 他是不是你的恩師 他是不是幫你做很多事 是不是幫你操盤 是不是你的分身 這種狀況之下 他任命的財務長 你跟大家講說 我不是誰啦 你是台南市長 台南你是老大哥 台南新潮流全部都看你 最大的餒 所以你會不認識 你自己恩師所聘的財務長嗎 不是志工 也不是義工 也不是黨工 也不是黨部工作人員 是財務長管錢的耶 真眼說瞎話 你各位你相信嗎 他說他不認識你相信嗎 我是不相信啊 好不好 所以 到目前今天整個重點 就到這邊為止 講白了 詐騙集團也在騙 民進黨也在騙 賴清德 也從頭騙到尾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 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是我們不放心 讓真相被聽見被探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 中天新聞網APP 因為這個APP非常貼心 中天的新聞直播節目 全都在裡面 依次滿載 中天文人 但是你一定要有自己的 圓圍 才能做未能 中天的寶寶